來今天來教大家做一個高階的動態模糊效果 像我們這個正側面我們看這個輪圈我要怎麼去做出來它的這種動態模糊的效果呢 我們做一次給各位看 首先你到移動工具然後把這個 檢視裡面有一個 尺標勾起來 勾起來之後你才會出現這個這邊這個尺標 那我們先 拉下來按著滑鼠拉下來到它的切線 這個輪圈鋼圈切線的位置放掉這邊也拉出來到鋼圈的位置放掉 為什麼要這樣做呢 我們現在移到這個地方有一個橢圓形選舉畫面 我按著shift鍵 然後到它這個焦點的位置 你就可以把它正圓形畫出來是一個正圓形要不然你沒有按著shift鍵它畫出來是個橢圓形 那我把它Copy出來按滑鼠的右鍵拷貝圖層 這個地方出來 按下Ctrl鍵點這個圖層 螞蟻形又出來 這是我們開始做它的動態模糊效果 模糊用放射狀模糊 點下去 它有兩種 一種是迴旋一種是縮放 縮放可以看一下 像這樣縮放 很多人 有時候八家這樣背景用字 我們現在用回旋 那數據大小你自己調 我按確定 你就發現它開始轉動的效果 關掉打開 關掉打開 是不是有這個效果 所以當你在做的時候呢 這個輪胎也這樣做 但是不要把它直接Copy過來 當然你Copy過來然後縮小也可以啦 但是其實車子它前輪跟後輪大小是不一樣的 所以我建議你這邊也做一次 然後呢這邊也做一次 導引也做一次 所以做四個輪胎 這樣才會下 這是針對一個正圓形的輪胎 我們做的時候可以怎麼做 可是呢有時候不見得是正圓形 比如說像這張圖 我把它縮小 這張圖注意 它是一個橢圓形輪胎 因為它不是太正側面 那橢圓形輪胎怎麼做呢 就沒有辦法像剛剛那麼簡單 這麼做出來 比較複雜 像這張圖做的時候 注意它是橢圓形輪胎 另外這個弧度大的彎道上要做出這個景觀上 這個周邊的景色 跟著產生動態模糊的效果 就像追焦的效果 這個就困難多了 然後前面這個地方 模糊的效果 更大 比遠端 就 更強烈 因為你越接近你的地方 它一定模糊的效果越強 越遠端比如天空 它越不會那麼強烈的模糊效果 所以這一張圖要做出來 各位不要小看 沒有那麼簡單 我們做一次給各位看 這個是做出來的一個效果圖 我會把它關掉 這是它的原始的圖檔 那這張是什麼 這個是我們剛剛已經做出來的 這個是新的圖檔 首先我做一次給各位看它的輪胎怎麼做 那輪胎呢 我們先關掉 這個都可以關掉 輪胎做的時候呢 我一樣 按著 這個 移動工具 把尺標拉一條切線出來 好 注意看我為什麼 我一下出來那麼多切線 因為我剛剛已經實驗過了 那有些切線我沒有關掉 所以它就會出現 那我可以把它推回去 藏起來 那這個下面這條切線 放在這裡 好 那這裡切線呢 移動過來 三個地方切線 上面切線下面切線 這一邊左側的垂直切線 那我先做一個 先移到 這個橢圓形畫面 我從這個中心點開始 這個交界點開始 畫出來一個橢圓形工具 大概啦 就是它這個輪圈 注意啊 在這個圖層我把它Copy出來 好這個輪圈出來 那再來我們在這個上面再開上空白圖層 做一個正圓形的 好一樣 這邊橢圓形選擇工具 按著shift鍵 焦點的位置 有時候 你現在滑鼠的 左鍵不要放 shift鍵放掉再按一次 它才會是正圓形 好 正圓形之後呢 我們塗上去這前線的 黃色 筆刷塗上去 這個把它加到 讓你看清楚一點 因為它在上面關掉 它是一個正圓形 我們把 麥線消除掉 這個時候再回到這個輪胎塗層 按Ctrl鍵點它一下 按Ctrl T 要變形 把它拉到 剛好跟它變成一個正圓形 正圓形它會對一下 這個時候呢 我們要做什麼呢 我們要做什麼呢 可以開始做 消除掉 按確定 這個按確定 它才會出來 這時候我們開始濾鏡 模糊 放射狀模糊 就用剛才按的數據好了 一按 它就出來了 對不對 它就出來這種動態效果 對不對 這個黃色關掉 那動態效果呢 它是橢圓形對不對 你按一次Ctrl T 再開始變形式 推回去 推到它原來的形狀 按確定 螞蟻線 Ctrl D 消除掉 你這時候把它關掉 打開關掉打開 是不是輪胎就出來了 那後輪呢 也是這樣做 同樣的方法 一樣把切線 移過來 上面切線 移上去 下面這些 移上去 同樣的方法 再做一次 所以它做的原理就是 你先把這個輪胎叫出來 叫出來之後呢 然後你再畫一個正圓形 當作一個參考 然後你再把這個輪胎呢 把它變形 變成正圓形之後 去做動態模糊 做完之後再按Ctrl T 變形 再推回到原來的形狀 就是這樣做出來 所以我們做出來的效果 就是這樣 各位可以看到 那我們把這些 優標先推回去 按著它推回去 要不然會干擾你 這個群組意識 我剛剛已經做出來的 這效果 各位可以看到 這兩個 我們把它先刪除掉 那再接下來呢 要做一個就是 它周邊景觀的 這種 模糊效果 怎麼做出來 動態模糊效果 那這時候我們回到它原始塗層 按快速遮色片 然後筆刷 注意喔 這個前景一定要黑色 背景是白色 快速遮色片一定要這樣 不要變成其他顏色 它會做不出來的 這時候我開始 我希望它產生動態效果的範圍 我希望它產生動態效果的範圍 把它磨出來 所以這個裡面一定要磨得很乾淨 不要有些 磨得不均勻 把它關掉 它就這個範圍就是這樣 我隨便按個按鍵 滑鼠的 右鍵拷貝塗層 這個要沒有畫到 再一次 劃不出來 然後上下合併 好 這就出來了 就是我們這個圖層了 這個是我剛剛也做好了 把它 拿掉 這個就是我們希望它產生模糊的區域 回到這個圖層 這個圖層 開始怎麼做呢 濾鏡 這邊有一個 模糊收藏館 這邊有一個 路徑模糊 注意 你按下去之後 路徑模糊會出來一個這個東西 這東西是什麼呢 我先把這個 這個點移到 這一條線上 這個點移到 這一條線上 移到這個位置 遠端的地方 然後 然後 我這個地方按一下 出來 另外一個點 我在這個位置 注意 你看這個地方是個破綻 它的線 變成 不完整的弧度 你把它移到 上面去它才會完整的弧度 那這裡呢 這個地方是什麼呢 這地方是控制你 動態模糊強烈的程度的地方 我現在不要那麼強烈 一點就好了 那這裡呢 你看這邊也是一個破綻 就把它移回去 好 這樣我們開始產生模糊的效果 對不對 你這邊也可以再強一點 也可以啦 你注意看 我們的調整的模糊 程度 好 當你太大的話 這邊會覺得很奇怪 這邊有就好了 不要那麼強烈 背景已經開始產生了 按確定 好 這個後面已經有了 我們再COP一層 我這一層呢 要讓它產生更前景更強烈的模糊 按濾鏡 模糊收藏管 入鏡模糊 它又出來一次 我把它移到這裡來 這個移到這裡來 這個移到這裡來 好 我們在它中線的位置 那這裡呢 我可以強烈一點 好強烈一點 注意喔 後面跟得動了 對不對 不要緊張 先按確定 這時候呢 這個除塵 我 你看我這樣 關掉 就是原來的模糊 這時候我帶上去一張遮色片 但是遮色片之後 我把後面的部分 這個地方遮掉 好 我只要前景很強烈的模糊就好 對不對 你看我遮色片就是這樣 然後我把車子打開 輪胎 輪圈也打開 基本上才做出來 但是這邊會有一點點破綻 這個地方有點怪 對不對 我先把這兩個模糊塗成 周邊景觀的模糊塗成 合併成一張 我在這個地方帶上去一張遮色片 然後按用筆刷工具 用黑色 抹掉 不要太會強烈 慢慢抹 好 那這裡也有一點點破綻 你看它的弧度沒有那麼順 這邊我再降低一點 別抹掉 抹一點 好 那我把關掉 打開 好關掉打開 基本上 這樣就做出來 它 追焦的效果 所以有些人喜歡在這個 北宜公路 拍這個 重機追焦 你可以 用高速快門 拍完全靜止 然後再去 回來之後再去做這種 動態模糊的效果 當然這比較困難的地方是在這個 弧度彎道上做 你可以試很多次 用我剛剛講的方法 試到說 你覺得一個適當的模糊的比例 這樣做就可以做得很漂亮 各位可以試試看 好 好